没有台词 光靠纸箱等简单道具 加上表演者丰富的肢体演出 就让小朋友看得津津有味 为了让艺术教育向下扎根 金融市文化局今年邀请反面穿舞蹈剧场 到中山幼儿园及仁爱与软软妇佑三所学校演出 金融市展露上特别到软软妇佑 陪小朋友一起观看改编至经典漫画 史努比与查理布朗里的角色 奈勒斯的小凑备故事 我们非常重视 我们就是小朋友的文化跟艺术的教育 所以在六七年前 我们就开始进行所谓的艺术厢厢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在分成不同的层次 比如说我们会进到社区 比如说我们会在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 全部通通都到这个大的剧院去看表演 那另外呢我们也跟文化局 教育处跟文化局合作 让这个教育能够进到校园里面 那现在是向下扎根了 也进到幼儿园 所以今天的这个表演活动非常的特别 你看他都没有任何的台词 只有肢体的一个动作 然后让小朋友用最原始的一种 这个武感去理解或者去体会 表演者到底在传递什么讯息 或者传递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个语言 这个是我们一个艺术扎根 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所以今天你看小朋友 其实最小的只有两三岁 然后最大的也只有五六岁而已 所以但是小朋友看的都非常的一个专注 我觉得就是把文化跟艺术 扎入小朋友的心理 让他们了解到文化跟艺术 其实跟生活是完全没有距离 季节邀请艺文团体深入地方的立法人蔡世英 也透露年底还会有多场亲子剧团到社区演出 艺术教育扎根也是他未来推动的重点 从我有机会担任公子以来 我们其实努力在推动艺术向下扎根 例如说我直接多年的推动小新华儿童剧团 在基隆市的这样的一个表演 那每年其实都有在做 那虽然因为疫情稍微延缓了一点 但是这个事情是我们一直努力在推动的 那我也发现到基隆市的市民对于亲子剧团 非常的喜爱 那亲子剧团过去不容易进到我们的基隆市里面来 那过去这几年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成果已经出来了 那我觉得除了到学校之外 到社区的表演 仍然是我重要推动 而且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说我未来会把这个列为重点 那其实在我们今年年底 也有几场的亲子剧团 会继续来基隆来表演 像我刚刚提到的儿童剧团 像小青蛙剧团他们也有表达有意愿 再来基隆表演 那我会来继续来揭插他们 基隆市娃娃局长陈敬平表示 出了三场到幼儿园的戏剧演出 基隆市国乐团从10月起 也将到基隆市五所国小巡演 12月则将与教育处合作 办理艺术教育剧场 邀请全市国小四五年级学童 到演艺厅欣赏全新制作的戏剧演出 让艺术教育陪伴每个孩子快乐成长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道